罗斯福自传 复禄三 第三次就职演说 作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朗读者有意 第三次就职演说 时间1941年1月20日 主题 民主不是在死亡 1789年起 美方总统就职典礼的全国性日子 人民都要赋予其为合众国做出奉献以新的意义 在华盛顿就职时 人民的任务是创立和融住成为一个国家 在林肯就职时 人民的任务是维护这个国家 使它避免从内部发生分裂 今天 人民的任务是挽救这个国家及其制度 使它避免因外部因素而瓦解 对我们来说 由于事态的急剧发展 现在已经到了烧停片刻和就做一番审查的时候 重新想想我们在历史上占据了什么地位 重新看一看我们现在可能扮演什么角色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我们将会陷入真正的危险之中 国家的寿命并不是用年数的多少来确定的 而是用人类精神的生命力来确定的 人的寿命一般是七十岁 有的人活得稍微长一些 有的人稍微短一些 国家的寿命则完全取决于精神的生存意志 有些人怀疑这一条 有些人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和生活制度 受到神秘的和人为的命运的限制或制约 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 自由正在退潮 但是我们美国人知道这不是真的 八年前当这个共和国的生命 似乎由于命中注定的恐惧而停止时 我们已经证明这不是真的 我们曾处于恐惧之中 但是我们采取了行动 我们迅速大胆果断地采取了行动 后来的这若干年一直是生气勃勃的年代 使这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获得丰收的年代 因为这些年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安全 而且我希望也带来更好的认识 即生活的理想是用物质以外的东西来衡量的 对我们的现在和未来而言 一个民主国家的这段经历是最重要的 他成功地度过了国内危机 他抛弃了许多邪恶的东西 他根据持久的路线建立了新的结构 通过所有这些 他坚持了民主制的实际 这是因为我们是在合众国宪法规定的 三权分立的范围内采取行动的 各个部门继续在自由的履行职能 权力法案依然不可侵犯 选举自由完全得到了坚持 预言美国民主制即将崩溃的人已经发现 他们耸人听闻的预测变成了泡影 民主不是在死亡 我们了解这一点 因为我们已经目睹他复苏过来 而且成长起来 我们知道他不会死亡 因为他是建立在民众的 不受压抑的主动精神上的 他们携手并肩地投入了一项共同的视野 一项由享有自由的多数人通过自由表达 来承担和完成的事业 我们知道民主不会死亡 因为在各种形式的政体中 唯独民主政体能够充分发挥 人类进步意志的力量 我们知道民主不会死亡 因为唯独民主制确立了 没有任何约束的文明 它能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 取得永无止境的进步 我们知道民主不会死亡 因为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看问题 就会感到 它仍在每一片大陆上扩展 因为它是最人道 最先进 说到底 也是最不可征服的人类社会形式 国家像人一样有一个身体 它必须以我们时代的目标为标准 得到吃穿住活动和休息 国家像人一样有一个脑袋 它必须了解情况和处于戒备状态 它必须了解自己 了解邻居的希望和需要 而邻居就是生活在这个狭小世界范围内的 所有其他国家 国家像人一样不只是各个部分的总和 还有更深更广更持久的东西 这件东西最关系到国家的前途 它唤起民众最神圣的保卫其现在 对于民主 我们发觉很难 甚至不可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达 不过我们都了解它是什么 它是精神 它是美国的信念 它是好几个世纪的结晶 它是在大批群众中产生的 他们来自世界上的许多地方 有些人层次较高 但大多数人是普通人 他们在此致力于总有一天 能更不受约束地寻找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 渴望民主并不是最近阶段的事情 它本身就是一部人类史 这样的例子 在古代各国人民的生活中 腐蚀几世 它在中世纪重新燃起了火炬 它被载入了英国大宪章 民主在美洲一直有着不可抗拒的影响 美国历来是操不同语言的 各国人民心中的新世界 这倒不是因为它是一片新发现的大陆 而是因为它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民都相信 他们能够在这片大陆上 创造出新的生活 而且应当是自由的新生活 民主的生命力被记载在独立宣言 格蒂斯堡演说和合众国宪法中 那些最先来到这里实现 其精神追求的人们 那些成千上万的后继者 以及这些人的子孙后代都在坚定不移的 始终如一的奔向一个理想 而这个理想在每一代人中逐渐成长和明确起来 为了实现共和国的希望 既不能永无休止地容忍不该有的贫穷 也不能永远无休止地容忍自私自利的财富 我们知道我们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我们必须根据国家资源和能力的条件 为每一个公民创造出更大的安全 更好的机会和更多的知识 但是仅仅达到这些目的是不够的 使这个国家有衣穿和有饭吃是不够的 使他得到教会和知识也是不够的 因为他还有精神 在身体脑袋和精神三者中间 精神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人都知道 没有身体和脑袋这个国家就不能生存 但是如果美国精神遭到扼杀 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就会灭亡 即使他的身体和脑袋 蜷缩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依然生存 那种精神那种信念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对我们说话 但他说话的方式常常不被注意 因为似乎大家都司空见惯了 他在这里 在我国的首都对我们说话 他通过48个主权州的管理过程 对我们说话 他在我国的农村 城市 乡镇 村庄 对我们说话 他从西半球的其他国家 从大洋彼岸的国家 无论是被奴役的国家 还是自由的国家对我们说话 有时候我们听不见 或者不注意这些表达自由的声音 因为对我们来说 自由的特权 已是很古老的故事 1789年 我国第一位总统 在他的首任就职演说中 做过预言 他的话宣布了美国的命运 这些话似乎完全是针对 今年1941年说的 人们理解当然的 满怀深情的 也许是最后一次的 把维护神圣的自由之火 和共和制政府的命运 细于美国人所 遵命进行的实验上 如果我们丢掉那只神圣的火炬 如果我们让它在怀疑和恐惧中熄灭 那么我们就会抛弃华盛顿 经过如此英勇和成功的斗争 而确立起来的命运 为了维护美国的精神和信念 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完全有理由 在国防事业中做出任何牺牲 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严峻的险恶形势 我们的坚定决心 是捍卫和维持民主的完整 为此 我们要振作起美国的精神 和美国的信心 我们不会后退 我们不会满足于原地踏步 作为美国人 我们要尊奉上帝的意志 为国效力和走向前方